主持人物 它的震動頻率會比所有的四缸車 甚至雙缸車都還要來得到 因為它的引擎基本上是比較復古的一個形勢 氣冷的 對,還是氣冷的 可是很經典 很經典,那以前很經典 它聲音的話,運上排氣管,基本上就已經有聲音了 OK 大家好,今天呢 我來五谷的大名駕訓班 來幫大家體驗的車款呢 就是我現在跨下這台 很經典又很漂亮的 Kawasaki W800 哇 這個 鼓動感 其實這台車呢 我是故意挑這台車來騎的 因為在這種駕駛慢的小場地 你當然不可能騎太快 或是把車炸出極限 所以說在這一邊 如果你去報名什麼6R啊 或是GH2 其實我覺得都是試不到什麼東西啊 所以說 你不如報名W800 還騎得到東西 因為這種車就是適合慢慢騎 然後去感受它這種低轉速的鼓動感 好,我現在這邊做個短短的加速 你看轉速很低 換檔 車子就很順 可是前煞車的反應呢 就不會像我們的車子 來的這麼的運動化這麼的銳利 它的煞車就是夠用 慢慢的再帶油門出去 煞車 這台車好好騎喔 感覺很像輕巧版的CB1100 但是它的引擎的鼓動感 又比CB1100還要明顯 有一點 它在拉起來的時候 那個排氣聲浪啊 非常的不一樣 這台車呢是氣冷的雙鋼 它的排氣聲呢 是有點那種鼓動感的 那這台車呢 我覺得騎乘起來 它的這個鼓動的特性 非常的舒服 慢慢帶油門 好換檔 其實轉速全程都不用到4000轉 就很好騎 我相信騎這種車 應該也沒有人會想拉高轉騎吧 非常舒服好騎這台車 好結束體驗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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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